1 2 3 大家好 分秒必争 乐动中国 欢迎大家收看傍晚时光 我们给您去呈现的 分秒必争的特别节目 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 与以前不同 除了秉承我们分秒必争的 游戏环节之外呢 其实我们的特别节目 还增加了一个环节 就是在每期节目当中 我们都要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 是的 我们今天分秒必争 获得的超市免费购物时间 选择的所有的商品 要送给一群特殊的孩子 就是我们在 玉树孤儿院的孩子们 对 因为今年发生的 青海玉树地震呢 让这一些孤儿呢 他们瞬间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玩伴 失去了学校 失去了他们的老师 所以呢 现在呢 他们只能生活在 孤儿院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 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 爱心环节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关注 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的温暖 外部世界失去了很多 这需要我们 内心世界拥有更多 你们不能失去追求快乐 追求生活的权利 今天我们请来的快乐之心 要给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 要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享受简单的快乐 同时要把这份快乐 传递到你们面前 好了 接下来赶快来认识一下 我们第一组的快乐之心 来 掌声游戏 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快乐之心 有请王小千 小千 李玉刚 有请 李玉刚 舞台上 她是风华绝在的女娇娥 舞台下 她是风流体挡的少年郎 她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总部 向世界人民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家 她被海外媒体称为 中国国宝级艺术家 王小千 中央电视台 优秀节目主持人 2008年 入选中国奥运报道主持人 国家队 担任直升机报道主持人 欢迎二位 这个你结束 对 因为为什么 马上就要动手做游戏了 握手太客气了 对 要给你们加加油鼓鼓气 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是干什么的 对吧 当然了 你看我的装束你都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录节目不穿高跟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请看 所以今天是拿着必胜的信心来的 你这不是在变相 批评你的搭档李玉刚 他今天是来相亲的 我也没问题 相信我们的节目 五分钟之后 你就会得到彻底的放松 每一个游戏很简单 但是游戏都是 减压的最好的方式 拉倒吧 我练了 这是我所需要的 你想试一试吧 比如说来 你抱着小千围场跑三圈 你看看感觉 热身又减压 我们马上会请另外一组的快乐之星 现在给你们留一个作业 你们俩商量一下 给你们的这个组合 这个队伍起一个名字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上另一位 快乐之星 来有请陈寒白老师和漂亮的 袁华有请 袁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他曾多次获飞鹰奖 百花奖和飞天奖 最佳女演员提名奖等殊荣 陈寒白 著名相声演员 中央电视台 全国小品相声大奖赛 斗梗一等奖唯一获得者 成为全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演员 同样的礼节欢迎你们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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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镜头在这儿呢 镜头 音乐继续 哎 音乐继续 镜头在这边呢 要什么躲出来啊 不知道啊 这边人多 这边人多 那一会儿复活的时候菜样 镜头在这边呢 这边人多 来来来 袁华老师控制不住 场面有点弱啊 行啦 机器吐 蹦好了吗 明天吐点 你叫他什么 机器吐 刚才在后台化妆的时候 听陈老师说了 他说他们俩的服装 今天有说到 叫红配黄 晒狗 不是 那是红配绿 那叫红配绿 红配黄是什么来的 红配黄 红配黄 是什么来的 红配黄 必称王 西红柿炒鸡蛋 什么必称王 你们这还看不出来 白配灰 怎么了 嘻里嘞嘞 什么 什么了 好嘞 就一盘西红柿炒蛋 我非常喜欢的游戏 之前有点火药味 我觉得他们就叫 西红柿炒鸡蛋 对的 真的 小老师 你们队伍的名字 起个名字 对的 我们啊 小夏这边 起好了吗 起好了 叫什么 先不告诉他们呢 让他们先说 西红柿炒鸡蛋多好 什么西红柿 我们也差不多 是蔬菜类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这名字特别绿色 对 叫什么 原华 我陈寒白 我们是原白菜组合 我们这个厉害了 我们这个跟金融形式 紧密相结合 鱼刚 跟他们说 我们这个就千金组合 王晓千的千 你可以这么理解 鱼刚的金 鱼刚的金 已经有逻辑 四位能力了 因为我们同事都关我 叫金刚 你看 金刚 而且我是女的 一般女孩子的管 女孩子叫千金 千金 然后我们鱼刚扮上之后 比女孩子还女孩子 所以千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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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给四位 我们的快乐之星 准备了四关游戏 你们要分别对抗 最高的秒数 可以拿到六百秒 咱们先看第一件事 谁用最快的速度 来送一封鸡毛信 快到最后都没有信了 就剩下鸡毛了 可以 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用吹气的方式 谁先把这个鸡毛穿过这个圆环 谁就获得游戏的优先选择权 就这么简单 好 不能用手啊 如果掉到地上用了手 要回到起点 起点 好 预备 开始 加油 来看一看 加油 加油 谁先吹过去 哎哎哎哎哎 吹起了 啊 啊 第一次快点快 起点回到起点 起 要回到起点 啊 我今天想吹了 你们动手了 我动手捂得你的水 没东西马二 你 没关系陈老师 我和那个佳明在后面 给您看着呢 看着呢 对 到底是浴缸先进的 那不是完了吗 但是 在进之前 浴缸的羽毛掉到地上 我没掉到手了 我没掉到手了 因为本来吹得好好的 不知道谁往回吹 他呀 吹到我的身上 原来是遇到了 一股不明气流 对 一股邪风 所以我吹 我吹吹之后 接着吹直接就 你不就不让我喘气吧 对不对 我现在发现 我今天穿黑色衣服 我穿黑色衣服是对的 还是需要执法裁判 来宣布啊 对对对对 要绝对的公平 公正公开 最后的结果 我们明天宣布 恭喜圆白菜组合 获得优先选择权 我退赛了 退赛了 没事没事 让他们刚开始先笑一下 对对对 至于最后是呛白菜 还是凉拌白菜 还不一定啊 我们最后是腌白菜 凉千儿没关系啊 嗯 我们下一关的游戏啊 他们选他们认为最难的 但未必他们选 选最容易的 不容易 他们未必就能选到最容易的 不容易 你这番说话就说明 裁判脑子不清楚 有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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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关的闯关好不好 好 第一关如果两个组合都闯关成功 每个队可以获得六十秒钟的 超市免费购物时间 好 对好 闯关失败的话就要复活了啊 耶 好 来 钱老师 来看第一关 我们看到了第一关所用到的 道具有四种分别是硬币 锁 一拉罐 手 电筒 请袁华 陈汉白老师 你们商量一下 根据这四个提示 选择你们认为最容易的游戏 把难的游戏留给千金组合 为什么他们还没选 你们俩都那么满意啊 好帅 好 选锁 为什么 锁 因为我这么大 我跟他组合一次不容易 我们选一个连心锁 不是 太酸了 醋溜园埋菜吗 也是 牙酸 对 选择了锁 给我们千金组合剩下了三种 硬币一拉罐 手电筒 来 哪一种 来 请新闻发言人 手 电筒 好 好 小电筒 来 首先 圆白菜组合 进入他们关于联心锁的游戏 如果你不小心把办公室的钥匙搞混了 不要着急 尝试着换个心情 快点打开吧 本游戏要求选手在一分钟之内用六把钥匙打开三米外的五把锁 分秒必争也许逆行 好 本栏目是由中良福利门冠名播出 这里是分表必争 乐动中国的特别节目 现在是不是感到特别的孤独陈老师 我忘了告诉您了 前两关游戏都是一个人玩 你以为联心锁就跟圆华两个人一起好好交流对吗 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准备好了吗陈老师 准备好了 祝你成功 一 三 二 一 陈寒柏在摔倒的情况下 依然完成了联心锁游戏 成功为圆白菜组合达到了六十秒 摔倒我的屁屁了 什么原因让李玉刚手占失利呢 电池型号不一样 圆白菜组合 这时为什么要帮助千姐组合复活呢 我们两个队都是为孩子们来抢东西的 李玉刚为何在现场教训起了王小千 这是江湖游戏你还敢玩 快乐人生分秒必争下节更精彩 中国 这是圆白菜组合的第一个打架 第二把钥匙无法锁 好 打开第一把 开了一次 他一次只能拿一个是不是 对 没有错了 没有错了 危机的时候 人行进去 太紧张了 好 好 抓紧时间 时间还有25秒 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好 第三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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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把 还有最后一把 加油 加油 这个是冰组的油 千斤组合攀大 陈老师看看您的成绩 还有9秒钟 摔到我的屁屁了 其实我们是想增加你的势度 你可以以华汉兵的这个方式 来完成您的比赛 恭喜原白赛组合陈老师 拿到60秒钟 恭喜 来 现在来看我们的千斤组合 你们选择的是手电筒 手电筒 谁 对啊 那接下来要看您的表现了 谁出马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你的游戏 突然停电的夜晚 你能迅速摸黑 帮家人找到照明工具吗 快找出家中花十几元钱 买来的手电筒和电池 来体验暗中求索 不寻常的新奇感受 本游戏要求选手 在一分钟内蒙上眼睛 分别给三个普通型号的手电筒 装上对应的电池 并打开照亮 好 准备好了吗 来 我都摸 鱼哥 告诉你一个消息 嗯 在开始之前必须要原地转360度 再开始 你真的摸着这也没有用 这是真的假的 这是确实 这是规则 好 来 我们回到原位 好 我们任何人不干扰他 好 准备好了吗 鱼哥 好 好 听我们的考虑 闯关即将开始 三 二 一 好 好 非常帅的转身 拿了最大的一个电筒 加油 加油 刚才鱼哥说了 这是考验一个手感 三个 三个 而且我发现他下手特别准 三 三个 好 走 下一个 好 注意正负极 好 还有四十秒钟 注意正负极 鱼哥 你有点形象行吗 没事 形象得好 注意正负极啊 对 这儿有一个帮助 排行干扰的 这儿有一个 好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来 走 时间很通 好 二十秒没事 还有二十秒 两个小的 注意正负极啊 什么东西掉了 注意正负极 没有 没事 一 二 二 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最后十秒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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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一 二 四 三 二 一 来 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 好 只要三个手电筒都亮了 就算你闯关成功 第一个 没有问题 完了 第二个 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 检查一下 装法了 看一下正副极 看一下正副极 对 正副极是对的 没对 正副极是对的 正副极对的 但是 这是没正的 电池型号不一样 电池型号不一样 一个大一个小 太厉害了 这不怪你 这不怪你 很成功 很成功 对 特别成功 特别成功 起码在60秒 其实不到60秒的时间内 他成功地组装了两个 潜伏啊 不是 我跟你讲 给我们练习的时候 就三个型号 没想到现在上来 四个型号 没有 那个型号是 陈寒白老师磕进去了 这太险恶了 江波 没事 小千 玉刚 来来来 不着急 不着急 没问题 因为你们这个 闯关失败了 你们可以有权利 选择复活 现在就复活 可以 你们复活之后 还可以再来玩一次 如果闯关成功了 我们当然给你加60秒 但是复活的决定权 不在于我们 而在于现场观众 你们俩商量 谁来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观众投票 超过60% 你们复活成功 我们表达一下 我们的想法 那个玉刚玩这个势力 主要是因为江湖险恶 现在呢 他的小心脏很脆弱 对 我刚出道不久 对 我想送一首歌 给他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好 希望你们能够 争到这个复活权 好不好 好 来 一起来新校 复活机会 选手有一次复活机会 即当游戏失败时 选手可在一分钟内 想尽方法打动现场观众 如果观众支持率高于60% 选手请有机会 再次挑战该游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小夏的动人的歌声给我们展示了 拉票之前的话交给余高 拉票 对 我们可以说 因为钱 我们也可以说 裁判 我强烈要求把杂场的人扔出去 裁判 我认为他误解我们了 刚才我跟袁华说了 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叫他们复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队都是为孩子们来抢东西的 是 对吧 你别说你看人原白菜绝乎就是高 真的 咱们两个队争取的时间越多越好 咱们多抢东西就来 好 那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投票 可不可以超过60% 行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观众投票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对 谢谢了 我刚才给大家鞠躬的意思就是 让大家给他们复活 好吗 快 快 复 复 杀 现在过60%了 小白在等 快看了 够81% 没问题 好 耶 恭喜 小夏 你们复活了 而且玩这个游戏可以降低难度 两只手电筒 你敢来玩吗 我 没问题 我来 我行吗 这是江湖游戏你还敢玩 他不让我玩 在家怎么说你的 我们家掌柜的不让我玩 可以玩 你们商量一下 男子本次出来了吧 降低难度 好江湖 只要给两只手电筒装上电池 就算闯关成功60秒难到手 你们两个到底谁来玩 小天来了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复活机会要把握 来吧 这一关是 待会儿就又复活了 没事 小夏出马 复活只有一次机会 你们这个组合没有复活 没有啊 只有这一次复活机会 没有啊 只有这一次复活机会 来 肯定能唱 那我压力很大 因为知道它里面是怎么样的 对 上道具吧 准备好了吗 小千 好了 来 计时开始 加油 加油 创文即将开始 好 第二次 二次 三次 三次 迁军组合 复活之后的再次闯关 小千出马 我们也降低了难度 两只手电筒 其实我们的这个游戏也是希望 在我们人失去了视觉之后 可以关注我们其他的感官 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但是平时使用这样一个触觉感受的时候 其实并不多 对 所以今天过后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 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皮肤的感觉 小圈动作很麻利啊 还有时间 第二个已经弄好了 你确定吗 非常谨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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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高兴小圈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他在这儿跳一会儿 你玩什么 是亮了没有啊 啊 亮了没有啊 你说亮了没有 哦 亮了啊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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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给我们的千金组合加上六十秒钟 恭喜 来 你好配合不默契吧 不行 对 通过这个竞争的第一关比赛之后啊 呃我们两队都各自有了六十秒的购物时间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第二关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第二关了 因为在这一关当中呢是我们的这个圆白菜队率先闯关成功 对 所以这一次的优先权我们交给你们好吗 偶叶 偶叶 来看看我们的四样道具 向其硬币 矿泉水平塑料杯 特别提醒这一关闯关成功 奖励时间一百二十秒 您选 请我们的圆白菜组合慎重选择 来 袁华 三 矿泉水平 选择矿泉水平 小剑 让我们组掌柜的选 李掌柜 李掌柜 请问您要哪一样 最爱玩象棋 象棋 象棋 高智商 高智商的游戏 你认为象棋的这个是高智商的游戏 高下象棋吗 你们两队谁先来 对啊 谁先来 他们他们他们 其实你们是有优先权的 你们可以选择让 是你们自己先来还是最多的 谁先来都一样 这个游戏也是两个人推选一位 不会是我们造成有什么心理压力的 这次是谁 袁华出场 袁华 好 来 来看袁华要面临的 矿泉水平的挑战 想在聚会时 为餐桌另一端的朋友们 平平安安的递送饮品吗 本游戏要求选手在一分钟内 不断将矿泉水平 从桌子一端推到另一端 有三个瓶子同时亦在指定区域 即可过关 你们看 我们现在是个小银子 我可以说 我们下来